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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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非常美 您能把人的服务者的平均都今天 来参加了我们今天的晚宴 所以非常欢迎大家的到来 再次将各位来自宅请的感谢 和宗盛的谢地 尊敬了蔡女士 黄玉峰女士 刘文康隆女士 各位会长朝铃 新生朝铁女士 大家好 唱好 在这个天下 热情风险 新生迎来的中华人民共同 驻新生主领馆 第14次任的女士 蔡玉先生 今来我们新生朝铁各社团 小级代表 把这一华人大朝集围一堂 而无比激动的心情 热烈欢迎 蔡主领事来到休斯顿总领馆 同时感谢蔡主领事 为我们休斯顿华人大朝 带来主席我的问题和关案 首先 我向大家文庆介绍一下 蔡主领事 在1990年加入外交部 在外交部 第一年团过美国事务 和华人民事务 因为副市长 处长参赞 副市长从在加拿大 澳大利亚房区 台美前 任中国出澳大利亚市 公司 所谓年轻一位 蔡主领事 封城的 以人为本 维商服务的精神 在外交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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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栅主书 蔡主领事 短暫的提行講演 他表示在中美建交 中國駐修士頓總民管建管 四十週年時期 出任第十分中一次 深感、私民光榮 進入盡大 當前中美關係屬於關鍵重要開放 雙方擁著利落社潮 兩國元首達成的重要公司 共同推進 協調、合作、穩進為基調的注意關係 美國南部地區是 充滿發展機率的熱度 對大國族成果攻守 潛力與大 潛力與大 潛力與光明 同時 蔡總理次 反抄界強調 北南地區超發中國 長期以來 支持中國發展、建設、國平、努力、大業 積極的文明跟中美各領域有好交流、合作 他會使兩千秒在場感激 希望潛力與潛力等繼續支持 組織網工作 繼續發布潛 忠明與民主潛力 所用的 在這一次 心理追求 使出直速堅持的外交 加工廠 並在場 所以 潛力代表 持分進去活動 接下來 請允許我向 再同一次 簡陋介紹一下 修士頓和 修士頓潛力 中央活動中心 大修士頓地區 以前大約有 三十萬華人大修 一百多個華人社團 包括各種 中心會 民鄉會 社友會 商會 文化藝術 私社團情形 及 素食家中子成業 喬傑各社團 之間 東方部署 環節派國 成為國外平衡地區 我考慮就在 第一區 在傳統中華文化 圍頭鶴효 招商隱私 已向下 做出很多機動現 中共人魔力 中共中心 由修士頓華人華僑 在1995年 發起 投建了一個非靈異、非政治性的社會組織 中心頂層 服務華人社區弘揚中國、中華文化 零結僑團小溪、村建委屏友好 其實是華人依領的大公司 24年來,協定為社區服務 特別是給大社區共地區 三十萬華為華僑伍 是十幾年度的台灣華為華僑企業 2016年,中國華僑企業 將傳媒的第二個華術中心 多貴修斯坦中文化的公司 華術中心都能載給華為華僑企業 提供關愛政府 中華新事件所謂的服務 《全國畢國內的相關政策》 促進澄美的文化消遇 Sug kemanyiu 香港特價協助 中國內努力 文化銖 acho plant 首頂全集二十萬華社 Очень棒 小aro 我們曾經邀請蔡水舟共同盟中心看看 屆次我們在對中心的事情 形容和詳細的事情 今天分享強調 中國的國民中心每年簽證 取斷了盡住中國國性的生存意識 國性產業和燈爆春天春節來會有大新活動 並在北南地區和促進社群效力合作 曾經被當地經商界等出社會國各種人造的 促進小校官員 展示大人和實力國精神風貌等平凡 所有這些民族的取額和休斯頓主義網站 及修斯頓廣大華人華僑依據你來 大力關心 執行和幫助 是可以的分量 在此 國警代表共同盟中心 全其同仁向你表示 成績的建議 在此 在此 是一位經營夫婦的外交官 既然靠著到來 要不要您修斯頓華人華僑代表 修造內容的期待 由於總理貿易關係的變化 臺外華人華僑依據你正面一個取得挑戰 我們一定要必須和希望的支持 林婉和蔡總理事的工作 希望蔡總理事的關係 在這裏的關心 姿勢的套下 我們修斯頓華人華僑 希望我們更加精誠團結 不忘出行 導致此力 體力前行 並且重複和更加和諧強大的華人支持 為我們基督的發展 和平體力反應 我們終點在經濟 教育 風力及文化 和諸法教育 劉法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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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 讓我們再次提供這兩條聲 歡迎蔡偉總理事的到來 也要忠心的祝願她在未來的工作中 生氣健康 一切順利 謝謝大家 中國駐新西頓總理館蔡偉總理事 各位民館的民黨 各位喬舍的朋友大家晚上 我非常高興 我們今天晚上在這兒 歡迎蔡總理事的到來 十幾天以前 我們也在同一個地方 我們曾經與李翔總理事 李翔雲大使已經親眼 但是我們今天更高興 在這裡熱熱的歡迎來自祖國的 我們的副府官蔡總理事 國際代表廣東總會 國際代表廣東總會 熱量歡迎蔡總的到來 在這裡請允許我 再用大家一點小小的時間 可以簡單的介紹一下 這個廣東總會的情況 我們廣東總會在2003年成立 是在德州註冊的華人華僑團體 是其服務公益一體的非營利組織 其中指就是營退喬信 團結華人華僑 弘揚中華文化 各種的城市宣傳中國的國家政策 和中美的發展合作 集結中美的發展合作 維護當地華僑權益 參與公共事務 興奮創業 在提高自己自身經濟 和社會地位的同時 也致力於中美之間的 經濟文化和社會合作的交流 再表達德州華人華僑的一件 建議加強中美之間的溝通和聯繫 促進經濟文化等合作 也做出了我們自己應該的努力 廣東總會通過各種的城市 也做出了各種這樣的一個活動 有些活動已經成為了一年一度的一個社會 比如說我們的景民聯繁 地方都在這個地方主行 已經十幾年了 已經是第十個年了 然後基本上來說 這個景民聯繁 已經成為家庭復祥的一個活動 廣東總會已經成為了 曾經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祝修市任總領事蔡偉先生 曾經的各位引導 各位來賓 女士偉先生 今天我們班聚一堂 歡迎中華人民共和國 祝修市任總領事蔡偉先生女心 我僅代表這間同鄉會全體同仁 在蔡總領事的到來表示熱烈的歡迎 今年我們將迎來祖國七十周年爬到 同時也是中美建交 及中國自修市任總領事蔡偉 建展四十周年 中美關係的良好發展 是我們華僑的共同理念 這間同餐會也將進一步加強 與各界的交流合作 為增進中美民間友誼來努力 我們將一步集完的積極支持總領事蔡偉 主委員的工作 著眼於華人僑胞的整體意 維護僑胞產業 為在美華人的土質和僑社的伴侶發展 與大家一起努力 共建修市的華人僑社的外人 美好外人 謝謝大家 下面有請美國中國總商會 中石油國際事業美洲總裁 吳君麗先生之詞 有請 尊敬的蔡偉總理事 總理館各位領導 及大修士東地區 僑學商界會務晚上行 修士東中國人活動工程 協修士東各界華人華僑團體 在這裡舉行盛大晚宴 熱烈歡迎 蔡偉先生就任中華人民共和國 駐休士東總理管德總理事 受美國中國總商會 休士東各界會長 崔光磊先生來說 我代表崔會長 及美國中國總商會 休士東各界全體會員單位 對蔡總理事的道任 表示熱烈的歡迎 美國中國總商會 休士東各界 是美國蘭普巴多 及波波利特尼克各方 各類中資企業 給予中國企業 有業務往來的 美國當地企業的聯合 非營利組織 註冊於德州 休士東分會的中職 是為來美投資經營的 中資企業 給予中國企業 有業務往來的 美國當地企業 提供服務 維護企業合法權益 促進尊維經濟關係發展 並為會員企業間的交流 與合作 發揮橋樑和紐帶動 長期以來 在同理館的吸收關照 和熱情幫助下 休士東商會 取得潮流發展 現有肺原企業 近100家 經營範圍 涉及能源 化工 接種 進食計算 防地產 貿易運輸 運輸 運輸及醫療的行業 已成為 美國中國總商會旗下 誇然規模和影響力 畏居前列的商會 中華人共和國 駐休士東總領館 是中國 在美國 南地區的官方代表機構 是中國 在美最早設立的中美館 多年來 休士東總領館 致力於 推動中美之間商務合作 努力為在美投資及基因企業 提供知識幫助 為企業往來人員提供便利 積極維護企業和員工的合法權益 已成為全體會員企業 最新興的良家人 為各企業在美發展重大 做出了結束的貢獻 蔡州領事 是資深的外交官 長期從事北美 大洋洲 和拉丁美洲外交公眾 相信在蔡州領事的代理下 休士東總領館 會為商會 及各會員企業 提供更大的真實和幫助 中美各企業 進一步發展壯大 中國石油 中國石化 中華集團 等在美的中資企業 熱切心態 蔡州領事 及總領館的各位領導 力臨企業指導工作 商會及各會員企業 將在總領館的指導下 精神合作 共同時間 為中美兩國經貿關係的發展 做出更大的貢獻 謝謝大家 謝謝吳董的致詞 下面有請 美南山東同鄉會前會長 封建偉博士致詞 今天參與副理事 各位貴賓 各位橋嶺 各位女士們先生們 我們一晚在這裡隆重聚會 熱烈歡迎中國駐修盛總理館蔡瑞先生夫人 我代表山東通交會修宗明博士會長 受他的委託代表我們山東老鄉 對我們蔡瑞總理士道義 在修宗工作表示最熱烈的歡迎 修宗是美國第四大城市 與中國的發展圓滿地離不開 這裡有老故事生閒工作生活的地方 致力中美發展的地方 這裡有1975年小平同志黃美的重要的一站 當然令修宗邀明加入火箭會 凌聚全球也要在修宗的重要的時刻 尤其是修宗跟本人的製航 特別是我們修宗獨特的能源中心 醫療中心 現在我們全球最優秀的海外華人華山 在這裡投資生活安於落葉 就在下一個禮拜 我們有中國電柱23位全球 500強和海量全球413強 載入修宗 扎人開業 為了我們中美之間的商務工作 做出了很多有益的貢獻 就在政治40周年中美電柱的時候 我們特別感謝利電的總理事 為我們華人僑胞的根本利益 為我們中國特別是與北南地區的商務合作交流 做出了結束的貢獻 在此我也代表我們山東中間會對利電的總理事 尤其是兩個禮拜以前 李響明大使和他率領的總理館 每一位工作運輸員 為我們北南地區做出的劫退貢獻 我們30萬僑胞撒內送行 對我們新政院具有豐富經驗的蔡偉 總理事經歷了偉大的很大的祝福 我們是因此希望很相信 蔡偉總理事能夠帶來我們僑胞 能夠為我們僑胞根本的利益 那麼充分返回我們北南地區的優勢 把我們輸送變成一個全球華人青睞的地方 作為一個主流社會的重要成員 那麼最終呢 我代表北南山東同江會 做出這很重的承諾 我們堅持無限的支持蔡偉總理事 以及總理館的工作 一與以往的協助總理館 為我們中美兩國 特別是中國與美南地區的合作交流 一起做出自己的貢獻 特別是美南人家會本教主流化 年輕化 公義化 規準則 還有各個條事 因為大家同時攜手 共同創建我們華人在蘇士頓的新的美好天章 在此我們特別祝賀 並且祝願蔡偉總理事 在深圳工作期間 生活愉快 做出更大的貢獻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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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你好 我知道你們很多人都不明白這個廣東話的 我的國語又不是這麼好 所以我今天帶著我太太上來 我講完廣東話之後 我太太還會講回國語的普通話 希望個個都明白我們想講什麼 各位好 我是叫梁國傑 英文名是Peter Hamm 是香港會館的會長 今天我很高興參加這個這麼重要的宴會 我這麼高興見到韓詩頓 一個這麼重要的所有中國的團體 制製一堂在這個歡樂氣氛那裡 迎接新的總理 我代表香港會同樣 一起向蔡偉總領事群號 香港會館成立宗旨 發揚香港移民互助互外精神 推廣中國和香港的文化 舉辦和參加一個僑社公益活動 各項文藝康樂的活動 還有如果有需要 我們幫助中國移民適應新環境 自從韓詩頓香港會館成立之後 我們都很幸運得到中國領事館一路的照顧 香港會萬分感謝中國領事館 每年都來支持我們的出現和其他的活動 我也希望以下 來年都得到這個領事館 繼續支持香港會的活動 在這裏我現在有廣碼宣布 明年3月14日 星期六晚上 香港會將會駕駛臨保會獻中心 舉行一年一度的春年 除了街牛美酒之外 香港會每年出現特別的情況 是我們用香港輕鬆娛樂的方法 做一個搞笑的再光再好的娛樂節目 節目大部分都是香港會的領事演出 來賓和捷國界各處的中國朋友 無強令到在場尊貴的嘉賓 香港會希望到時得到中國領事館和國界團體大力的支持 也希望蔡衛總領事會來財力 身為中國的一步法 我們香港是會支持所有中國的團體做的社會工作 如果我們有需要的話 請不要介意搞我們就可以了 多謝各位 謝謝各位 我不知道我說過語你們聽了都沒有 我是第一次像這麼多人面前說過語的 OK 這是香港會會長 這個英文文字 Peter 兩國間 今天我很高興我們能夠在這裡 歡迎蔡衛總理來賓士登 我代表我們香港會長遠 都來恭喜你 希望你喜歡賓士登 我們香港會長遠的意義是 我們希望把這個中國文化傳出去 也很容易幫助 從香港過來的新人民 我們可以幫助一下 所以我希望在座所有中國人都可以附上幫忙 每一年呢 每一年呢 我們香港都有很大的活動 我很高興 這個名字 我們都很大的支持我們香港會的 所以我們都希望明年 每一年我們都有一個春宴 是大家太開心心的過年的 所以我希望明年3月我們都有一個春宴 裡面的節目都是我們自己的會員 自己表演的 我們唱歌啊 跳舞啊 都是比較輕輕鬆鬆的 所以明年3月14號 星期六我們就在這裡舉行春宴 我希望做這個所有的中國人跟名字 都可以過來支持我們上場會 在這裡大家很開心心 過一個晚上 大家過一個新年 我在這裡再向那個總理代表我們上場會 每一個會員 換你來推出 謝謝 好 尊敬的 尊敬的蔡偉總理事 王毅副總理事 劉鴻梅副總理事 以及總領館的各位領導 還有修村各界的朋友們 大家晚上好 我是中國旅美專家協會的 縣上會長王敬軍 在此 國僅代表專協的諸位同仁 對蔡偉總領事的照應 表示熱烈的訪言 專協成立於1992年 是總部設在德克薩斯州休斯頓的一個非政治性和非營運系的專業團體 專協的宗旨是為中美之間的科技、經濟、文化以及人才的交流服務 為中國與美科技專家、學者建立交流的平臺和開拓事業發展的機會 經過26年的努力 專協已經發展成了涵蓋能源、化工、醫學、環保、經濟、金融、法律等領域的綜合性專業體制 並先後成功舉辦了 美南地區中國專家協會首屆聯席特異 首屆中國石油工業與海洋資源國際研討會 美南地區中美高科技與經濟研討會 以及21世紀中美醫學論壇等活動 為中美的科技文化交流事業奉獻了組織力量 同時專協以及專業社區、服務社區 二十幾年來 專協為社區精心組織了上海場的專業獎座 收到了良好的孝頌 另外 每年的高中生升級獎座 以及優秀高中生獎學金評比 也成為了專協的傳統項目 在這裡我們非常高興的與大家分享一個好消息 那就是在2018年的六名專協高中生獎學金獲得者中 有四名同學即將在阿佛大學展開他們展新的大學生活 謝謝 在過去的二十多年裡 專協的每一點的成長和發展 都離不開總領館的關心和支持 我們也堅信 在總領館與各界朋友的大力支持下 我們專協一定會繼續發揚專業與奉獻的專協精神 不忘初心 砥砺前行 繼續做好促進中美科技文化交流 以及中美人的友誼的橋樑和鈕帶 謝謝大家 尊敬的蔡偉總領事 各位僑理 各位僑胞 新聞界的朋友們 大家晚上好 我是華夏璇協會的會長黃華 我僅代表華夏璇協會熱烈歡迎蔡偉總領事雨昕 華夏璇協會成立於1992年 主要求人來自中國大陸 和在美國取了高等學歷 任聚於各行各業的專業人士組成 成立至今 華夏作為最早的由休斯頓地區大陸專業人士組成的社團 建政了休斯頓華人社區的發展 並成為中間力量 華夏會員都是在自身的專業領域 會有造立的科學家 高級工程師 經營管理人員 以及財務 生物醫學 計算機等 努力的高級專門人才 多年來 在華夏的團隊中 有些人大批有相當影響力的專家 和僑領 為修順華人社區的建築發展 以及與美國主流社會的溝通 做出了可圈可點的成績 27年以來 華夏一直努力促進中美兩國的科技文化交流 增進兩國人與相互了解與合作 弘揚中華文化 華夏每年舉辦的活動有非常多 各類的獎座 體育比賽 春秋兩季的交流 野餐 以及慶祝中國國慶大神綜藝晚會 迎新年晚會等等 都已經成為休斯頓華潮華人生活的傳統活動 社報廣泛歡迎與好評 華夏積極參與與接待來自中國的各個代表 與中國僑辦 僑聯 教育等部門進行交流與合作 向會員及時傳達各類信息 華夏還與其他社團通閉合作 在社區活動中和協共處互相支持 促進了華人的團結協作 也擴大了華人在美國主流社會的影響力 尤其是自1996年以來 每月由華夏組辦的 慶祝中國國慶的大型綜藝晚會 中國朝連都是看出專業的演出代表 由當地眾多華人社團金城協作 聯合舉辦 已經成為休斯頓地區社會與文化生活的一個亮點 弘揚了增華文化 提升了華人形象 對華人社區乃是美國主流社會都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並且在主辦首屆中國國慶晚會取得巨大成功的基礎上 華夏以1995年底創建了國慶基金會 以保證此後休算地區中國國慶綜藝晚會 能夠順利得以崇拜並圓滿成功 華夏組合協會積極參與提升中華文化 提升組織國的社會影響 並通過舉辦的參加各類研討會支持組織國和平 和平衡統一大業 華夏組合協會將一如既往的秉承華夏的增添 以研議為基礎 廣交朋友 聯繫為團結旅美專業人士各行業增加 為會員的專業成長擁護 廣泛與國內各界聯繫 為主流的科技文化事業做貢獻 為中美科技文化交流出力 為豐富與國願修設旅美華潮 華人的業餘生活增添風采 最後預祝今天的官員館為圓滿全功 祝蔡偉總領事在休斯頓的工作順利 身體健康 生活優快 也祝各位長官回家生活 萬事之一 謝謝大家 曾經的中國駐休斯頓總領事 蔡偉總領事 各位喬談朋友們 大家晚上好 我是安徽同鄉會會長 張青森 今天我們非常榮幸地 在這裡迎接蔡偉總領事的旅行到來 我代表安徽同鄉會 對蔡偉總領事的到來 表示熱熱的歡迎 在這裡我將贊助大家一點點薄貴時間 向蔡總領事簡單介紹一下 我們安徽總領事 德州安徽總領事 我們德州安徽總領事 是於2012年在德州註冊成一的 非政治 非營利 非宗教性社團組織 其目的是為了方便 在美國德克薩斯州工作 學習的晚期人士 其親友 增進了解 聯絡相情 交流經驗 談截互助 使在促進中美兩國 特別是德克薩斯州和美南地區 與安徽總之間的經濟文化 教育科技 醫藥及商貿之間的 等領域的交流合作與發展 促進中美兩國人民友誼 加強安徽老鄉在德州及美南地區的聯繫 精神談截 共謀發展 這是一個對安徽 對德州及內媒 以及美南地區 有聯繫 有感情 與自同道合的大家 我們安徽同樣會的宗旨是 田北會員 精神談截 互相幫助 共謀發展 安徽 德州安徽同樣會 自成立以來 在中國駐修士頓總領館的關懷和主導下 在修士頓橋界和廣大 花橋花園的共同勞力下 我們團結互助 興奮努力 取得了一定的成績 這幾年來 德州安徽同鄉會 舉辦了各種形式的活動 包括本地的聯繫感情 以及曾經有一類的活動 包括聯繫、曾經相當、設計等活動 還有就是 我們德州安徽同樣會的 經常有各類集保持聯繫 包括我們接待兩次 從安徽等黃梅戲劇院的來訪 包括2013年黃梅戲劇院的晚風 復運美洲行 以及2016年 魅力安徽黃梅飄翔美麗仙的 修士頓專長演出 我們在這安徽同樣會 每年單砸一次 優秀高度生館獎格金 在過去的幾年裡 我們還舉辦了 兩個次的高美金新書義賣 和一次陶瓷員大社義賣 所得的相談 我們都是捐贈相應的機構 以及和國內的小學 這幾年 向國內的四處小學 共捐贈了三萬億幣付出 和總共六千美元的作品相談 2016年 我們還在安徽省災的時候 在本地共捐了 將近兩萬美元的相談 接近國內的壽災災民 我們還多次接待了國內的訪問談 尊重安徽同樣會 分別被安徽省橋聯和安徽省橋辦 授予第一批海外聯絡單 在這裏我們 給大家簡單的介紹 得到無論如何的情況 我在這裏 曹維城理事 在今後的工作中間 我們繼續得到總理管理的指導和支持 讓我們繼續加強合作 談戒一致 我們為洪遼中華文化建設和協助 喬徹促進同盟友誼 盡全運動力 祝蔡委總領事 在下一次的期間 工作順利 真是經濟一塊 謝謝大家 尊敬的參議總領事 各位領導 各位同鄉會會長 各位親愛的同鄉們 大家晚上好 我是東北同鄉會的執行副會長 今晚我僅代表 我們東北同鄉會的會長 兩萬七所事 和在就的各位老會長 現任副會長們 及領事們 及全體東北三省的老鄉們 向剛剛歷臨休斯頓旅職上任的 中國駐休斯頓總領館 蔡委總領事 表示最最誠摯與熱烈的 歡迎您 歡迎您的大來 德州東北同鄉會 是南闊遼寧 吉林 黑榮江三省的大東北同鄉會 他在歷屆老會長的代理下 已經走過了二十八代的輝煌里程 展望未來 我們東北同鄉會 將在現任楊曼清會長的代理下 一如既往的秉承東北同鄉會 團結友善 互幫互助 積極交流 共同發展宗旨 努力弘揚海外傳統中華文化的 博大精深與民族榮光 我們將與休斯頓和德同鄉會 攜手團結 經常合作 為搭建一個 互信互愛 互助互利的和諧平台 為海外的同鄉們 營造一個溫暖有愛 健康進步的大家庭 為德州豐美同鄉會的不斷進步於成長 而不斷的努力並親情奉獻 相信在蔡總理事的關心和支持下 美南地區的僑胞們 會更加團結奮進 攜手前行 為中美兩國的進一步友好合作 相互理解 及土國的繁榮參勝 而做出海外僑胞應有的貢獻 最後 預祝今晚 蔡國女士與僑胞們 會共同度過一個 愉快而溫心的夜晚 謝謝 很遺憾 我的嗓音 不如徐娟娟會長那麼好聽 我盡量努力 另外呢 大家能看到 剛才還沒有介紹我的時候 我已經跑到這兒來了 所以我的心情很迫切 也很期待 因為我想呢 我到新春的第一次亮相 必須要跟我們的華人華僑在一起 我的第一次演講 也必須要給我們的華人華僑 所以我今天到這裡來 很高興和大家見面 也特別感謝大家 今天出席這場活動 剛才僑界很多代表 發表了熱情兩義的致詞 但我看來 既是歡迎 也是期待 更是鞭策 我將努力在前任總領事 李強民大使打下的良好基礎 把各界工作 特別是僑務工作 再推移 我很榮幸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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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四任中國駐休斯敦總領事 在我的外交生涯中 大部分時間從屬於美洲相關的工作 對美國並不陌生 但這是我第一次到休斯敦來 第一次到美南來 休斯敦在中美關係史上 具有重要獨特的地位 四年前中美建交不久 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曉彭先生 正在這裡 戴上了德格薩斯州的牛仔棒 向美國及世界人民 展現了中國人民的開放、自信和包容 那一刻已經成為中美關係史 乃至世界外交史的經典畫面 駐蘇斯總領館也有幸成為中國 在美國開設的第一個總領館 四十年來 中美關係歷經風雨、比例前行 建交以來 兩國貿易增長了260多倍 人員往來增加了500多倍 友好省州達到50噸 紫衛城市227噸 在這方面 德格薩斯州再次走到前面 成為全美50個州 對華出口貿易核最大的 華人化的總數達50多萬 排名全美第二 此外 中美兩國在反恐、減貧、環保、傳染病防治 以及朝核等其多重大國際和地區問題上 開展了廣泛的多數目的合作 歷史和現實已經充分地證明 一個健康穩定發展的中美關係 不僅符合兩國人民的根本利益 也是國際社會的普遍欺財 今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 70年來 特別是改革開放40年 中國人民自力更生 監獻奮奮奮奮奮奮 取得舉實矚目的發展成就 正盲守 賣下第一個100年目標 中國的發展成就 也離不開包括美國在內的國際社會的支持 同時也給國際社會帶來了越來越多的福祉 近年來 中國經濟對世界經濟的貢獻率一直保持在30%以上 成為全球經濟增長的主要引擎之一 從中美關係上看 根據相關統計 在中美經貿摩擦之前的2017年 中美兩貿易和重量投資 就為美國創造了100多萬個就業機會 推動了美國商品價格指數下降了1.5% 這個意味著每年為每一段美國家庭 節省800多美元 令人遺憾的是今年以來 去年以來 中美經貿摩擦給雙邊經貿乃至整體關係 帶來了嚴重重量的影響 這一摩擦既不是中方挑起的 也不是中方願意看到的 相反 中方始終致力於通過談判磋商解決爭端 在今年6月中美兩個元首大法會晤期間 雙方就經貿問題達成如下動詞 第一 雙方願意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礎上 重啟經貿磋商 第二 美方不對中方產品加徵親的關稅 第三 兩國經貿團隊將就具體問題進行討論 但是美方近期卻再次致中方的誠意不顾 頑固推行霸凌行徑 違反兩國元首大法會晤共識 因此 漢人發動西一輪的貿易戰 並在農產品分泰泥等問題上 對中方肆意不見 中方積極落實兩個元首大法會晤共識 實際上大法會晤後到7月之前 已經有227萬噸美國大豆腐裝船發往中共 中國政府對包括分泰泥類物質管控極為嚴重 先後列管25類分泰泥物質 以及它的兩種潛艇 超過了聯合國管制品頓 今年5月1日生效的有關公報 是中國首次對某一類物質實行 整類列國 為打擊和懲治分泰泥犯罪 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依據 貿易戰沒有贏價 中方不想打但也不怕 中方堅決捍衛國家核心利益和人民根本利益 堅決維護多邊主義和自由貿易 我們依然認為 解決中美經貿摩擦的關鍵 需要相互尊重言而有信 單好中方一方的努力是遠遠不夠的 需要中美雙方相向而行 一道努力找到一種彼此都能夠接受的解決辦法 這符合兩國乃至世界的利益 不少協同美國東西海岸的鐵路 為美國經濟的發展能推奠 奠定了堅持的基礎 在兩次世界大戰中 不少華裔青年參軍入估 保衛美國 我注意到今天在場有全美華人協會 休斯敦分會的代表 這讓我想起1979年鄧小平同志 訪問行斯敦時 不少華邪老橋自發組成的隊伍關於的場面 剛才晉敏主席的爺爺晉保善老人的一批老橋 還慷慨解囊 創建了中國人活動的東西 可以說 廣大與美僑胞不僅為美國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也推動了中美關係 成為中美友好的使者 當前 中華民族正在實現北大復興的中國夢而奮鬥 祖國統一是海內外中華兒女們總共心願 和平主義 一國兩制是解決台灣問題 港澳問題的基本方針 是中國的基本國策 剛剛聽到香港會長梁國堅 至此也看到了香港同胞和大家齊聚一堂 藉此機會 我想就香港近期的局勢講幾點看法 1979年 中國政府恢復對香港的行政主權 作為中央政府直轄的一個特別行政區 香港從回歸之日起 重新納入中國的國家治理體系 就像剛才梁先生所講的 香港是中國的一步 中央政府依照憲法和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 對香港實行管制 與之相應的 特別行政區的制度和體制得以確定 香港回歸以來 一國兩制的方針得到切實落實 一國兩制的實踐取得舉世公認的成就 香港經濟實踐肯定發展 去年香港GDP達到3600億美元 是1996年的兩倍多 防港遊客增加了五倍多 22年來 香港支持了內地的發展 內地帶來了香港的繁榮 香港作為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 它必然整個國家和民族的命運相連 融入與共 近期發生在香港的示威活動 已演變成極端暴力行為 嚴重威脅公眾安全 破壞香港法治 公然挑戰一國兩制體現 危害中國國家主權和安全 香港當前最緊迫和壓倒一切的任務 就是止暴治亂 恢復秩序 防止香港滑向沉淪的水溫 香港事務純屬中國內政 任何外國政府 組織和個人都無權干涉 我們絕不允許外部勢力 破壞香港的繁榮穩定 僑胞 我8月2號一下滴滴地感受到 修村僑胞似吼的熱情 這份熱情不僅僅是對我個人的歡迎 更體現了廣大僑胞的一片赤誠之情 和對我們工作的殷切期待 作為新任總領事 外交為民服務僑胞是我們的宗旨 我和同志 將進一步了解大家對我們工作的需求 聽取大家的意見和建議 研究拓展包括現場犯證在內的便便措施 爭取最大限度的為僑胞提供優質服務 同時繼續做好預防性領事保護和領保安家的處置 維護好海外中國公民和企業安全和正當的合法權力 我不會講廣東話 所以可能要麻煩梁太把我碰他的話 我沒有搞的了 所以可能明天早上 我們在我們的使館的官網上 可以看到這些網路 尊敬的各位來賓朋友們 大家晚上好 今天的話呢 我們非常高興和激動 因為我們新鎮廣大華盛華僑的話呢 一定要讓我們中國人 不能不能代表 或者是寫全體的美男條件 給我們新到的女星的 蔡惟總領事會下呢 捐贈一個點牌 就是熱烈歡迎蔡惟總領事 女星中文部門中心華中心 且美男條件競爭 那麼我邀請我們中文部門中心 董事會主席 敬禮博士和維琪 來向我們蔡惟總領事 贈送這個海邊 大家歡迎 請坐 請坐 然後我們 一起來拍一張合照 我將會說 一二三茄子 然後我們就開始 請大家看看前方 一二三 茄子 我們有請 有著修頓百靈鳥之稱的 劉春驰為我們大家演唱 我愛你中國 有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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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愛你 給我 我愛你 你 救我 我愛一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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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泪泥 simulation 我愛一種藉 我爱你千万岂绝 我爱你不回忆我 我爱你恰恰天真 我向你侧 Declaration 我爱你很难 我爱你恰恰恰 我恰恰恰美 你千川仙为你 我的武器 我的祖国 你千川仙为你 我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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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胸水 肺弱的北脱 我爱你 你身身为我 我的武器 我的武器 你相优射到这天最高 我愛你中國 我愛你中國 我 我یں對愛你 爸爸 賢給你 我的武器 我的祖國 啊 啊 我永遠都願意 與千春鮮美麗 我也能去 我眼睛,我眼睛,我眼睛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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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